Davis 一個轉身要來單打籃下 今天可以打得很輕鬆 整個架子把他打出來 整個台皮還是圍繞在他這一點上面 但這邊有一個外線的機會 這時候慢下來 想要做一個RAU 給到了Davis 這一次的回訪又是台皮這邊的問題 12比8 那就是希望球員在上場的時候 效率會非常比較好 靠著基倫的切入 直接找到了Davis 找不到機會掉遠邊 Davis的三分外線出手 差滿了 三分球進 果然是在主場變成了一分差的比賽 29比28 台皮英雄在第一節的比賽 變成了一分領先而已 再來看一下這個比賽 在最後階段第一節球進 這個時間綽綽有餘 我找到一個好控的 那這個就是球員的經驗了 像有些年輕的球員 可能這種球就會比較倉促的做處理 踩到這個腳步 戴維斯 簡單的擺進這兩分 開始要帶動起來了 再給戴維斯 輕鬆的扣籃得推 所以現在也真的逆轉了 7371 非常漂亮的一個小組配合 回顧一下剛剛這一次的扣籃 勢東不防不急 想要抄球失敗 有他這個 有他這個 Kiwi Kiwi 這次選擇切入 又來挑戰 威廉 戴維斯失敗 帝維斯 漂亮 一個漂亮的風阻 一個漂亮的風阻 Kiwi 現在得分也來到了9分 來得又快又急 完全守不住啊 嗯 這個也是 很簡單的一個小天公 就是打得簡單 對 不複雜齁 這個球往上 最重要的 哇 這邊雲豹也不複雜 你不上來我就投了 一波 一波一定要把成功率拉上來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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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戴維斯 基本上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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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